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睡得飽真不容易 睡得好更是困難 女生沒睡好 這麼困擾 請你跟我這樣過 醒了就不要睡 硬睡讓你更短命 我雖然每天睡到中午起床 可是比如說我睡六個鐘... 四個鐘頭我就醒了 醒來後我就強迫 我自己不能起床 都躺在床上 對 再睡 硬睡 就等他睡夠八個鐘頭 所以我們都不敢 爸媽姐十二點的一覺 還在睡 真的該醒的時候 不一定要強迫睡 有一些研究 你硬睡到十二個小時 其實死亡率或者是壽命 反而比睡得少的人 還要危險一點點 所以我們來講 睡不夠會上盛 太陽下山就該上床 其實長期沒有睡飽 它會影響到我們身體降伏的 正常的運作 沒有辦法補 就提早透支自己 本來身體先天的盛氣嘛 那就只好提早出現一些 老化衰老 然後變老變醜的一些症狀 我覺得應該在晚上 比方說六點八點 太陽下山之後 就開始出眠喔 睡不好睡不夠 各種失眠讓你一生病 睡眠不足也會致癌 別緊張 今天馬上解救你 好 不過呢 正在睡眠這件事情呢 我們這個問題可大可小 對 如果只是睡眠不好而已 那當然是小問題 是 但如果延伸出身體健康的狀況 唉唷 那個這個要留意啦 女生婦科的疾病都早上嘛 對啊 這樣 來...我們這個先來請教一下 三位 這個有沒有覺得自己睡不好 的狀況之下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問題可多了 而且我很奇怪 如果我一個人睡 像你老婆都一個人睡 覺得睡得特別好 對 我一個人睡 睡得特別不好 這是甜蜜喊話嗎 對 阿姐 是因為我一個人睡 你們都會睡過很多喔 我也對一困擾 就是因為出外工作的時候 對啊 一個人睡在陌生的地方 會怕喔 對 真的喔 真的會 不過你那是外面陌生的地方 那個可以理解 你在家裡面你怕什麼鬼 你是怕射鬼吧 我很喜歡看那個鬼片 就是很喜歡看鬼故事啊什麼 那你知道我們Facebook 晚上你要睡覺以前 一定會瀏覽一下看一下嘛 對 那就有人傳一些恐怖的影片 看完你就好害怕 就會怕 就睡不好 對 那你睡不好 第二天你一起來 你看你的皮膚你就知道 眼袋也出來了 毛孔也變大了 硬糖也發黑了 對 硬糖也發黑了 臉色也發紫了 不會嚴重 但是真的阿飄飄出來的時候 硬糖怎麼發黑 反正就很... 整天都情緒也不對啦 整天起來就覺得好像 整個人都怪怪的這樣 而且你還要看是 大概一個月的什麼時間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剛好接近月事的時候 月經又失調啦 那你的豆子也跑出來了啦 跑出來了 對不對 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對啊 韋君會這樣嗎 我非常嚴重 因為我是很難入睡 那好不容易入睡 又很淺眠的路 所以我只要有聲音 跟光線的改變 我就會醒過來 那你這樣怎麼拍戲呢 拍戲不是都要好睡嗎 對啊 所以我到最後沒辦法 就是如果要工作的狀況下 我就只好吃安眠藥睡覺 對啊 會變長期的囉 對 所以變成我不工作的時候 我就只好算了 就讓她失眠 但是這樣的狀況就變成說 我雖然不工作 照理說應該要放鬆 但是我因為失眠的狀況下 所以就會變得更累 就會燥 對 脾氣會煩燥 然後就是記憶力也會不好 然後皮膚就會比較乾一點 而且我有時候都比較嚴重 就是如果在工作的狀況下 因為我如果吃藥睡覺 我要算好六個小時的睡眠 我才能吃藥 那如果低於六個小時 我也不能吃藥 不敢 對 就不敢吃藥 或者怕醒來 或是醒來頭是昏的 對 所以就不敢吃 然後不敢吃的狀況下 因為睡眠不足 然後起來可能又要計台詞 或出外景又曬到太陽 我就會變得 你這個很矛盾耶 吃了也頭暈 不吃睡不飽也是昏 對啊 超困擾 中學生 就是工作到一半 要先跑去旁邊吐 吐完再回來繼續拍 對 那冠儀咧 我是也是中度的睡眠障礙的人 你會 對 我會連續 通常呢 你不是都睡到中午嗎 通常要求比較完美的人呢 你知道嗎 就是會睡不好 對 真的 完美個性 完美主義者 通常都會睡不好 然後像我就是常常都是三四天 就是真的睡不好 大概睡一兩個小時平均每天喔 然後呢 累到第四天的時候 終於真的已經 覺得身體跟靈魂已經 就脫體的那種感覺 就會睡得比較好 就睡那麼一天好的 然後再來又開始失眠 所以像我最嚴重就是我覺得 記憶力變差 像有時候我要去錄影之前啊 然後我要去丟垃圾 就垃圾一包 然後跟我的化妝包 還有鞋子一包 然後我就把鞋子跟化妝包丟進去 好 我就走了 妳說是真的嗎 真的 然後我把垃圾就帶到那個車上 然後就開到那個攝影棚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我準備要換鞋 怎麼是垃圾 天啊 太嚴重了耶 還好我有提早到 那距離我家要近 我趕快衝回去 趕快去找 還好我們那時候正好呢 就是那個時間 是他們沒有來收那個垃圾 還好找回來 寶玉 你追垃圾車了耶 對 你的那個摸摸 真的就在垃圾那麼大的 很嚴重耶 不是只是輕微的耶 有的只是外表 有的很嚴重 影響得到生活耶 你把你以為 我剛剛那天想說 我媽姐妳很嚴重 怕鬼怕人這樣失眠 然後一聽 每一個都更厲害 真的嚴重 我跟你講我只要失眠 而且我第二天會 食慾大增 然後就會發胖 會 然後會上不出廁所 你沒有辦法上廁所 然後還變肥 還腫起來這樣 會...睡不飽會這樣子 會錯亂 這樣的人生都絕望了 就是啊 那所以睡覺 是不是先幫我們定義一下 到底有多麼重要 然後以剛剛來看的話 哪一位比較有可能生病呢 這個三位的故事寫一寫 可以當教科書了 非常典型的版本 那我先講一個 其實以前大家都只關注到失眠 那失眠分三大類 一個叫做睡不著 一個叫睡不好 第三個叫起得著 馬姐稍微比較... 我也睡不好耶 對 我跟冠妮一樣是很潛眠的 就我一點點生意我就醒了 但是妳的睡眠時間長嗎 長 我就逼我自己很長 我雖然每天睡到中午起床 可是比如說我睡六個鐘... 四個鐘頭我就醒了 醒來後我就強迫我自己不能起床 都躺在床上 對 再睡 硬睡 就給她睡夠 八個鐘頭我才有錢 所以我們都不敢發馬姐 十二點第一集怎麼樣 還還在睡 要讓她補回來 我特別提馬姐優先 就是要講一下就是 不是 馬姐其實你真的醒了 就可以起來 因為馬姐的睡眠型態 屬於老人型的睡眠型態 不要 太痛苦了 妳這樣講她寧願失眠 她也不願意承認老 可是妳知道我從小就這樣耶 真的啊 我從小就這樣 那我好傳六年輕果 因為我為什麼要講說 其實真的該醒的時候 不一定要強迫睡 有一些研究 你運睡到十二個小時 其實死亡率或者是壽命 反而比睡得少的人 還要危險一點點 所以我們來講睡眠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 睡不著 睡不好 或者起得早 個別有個別的因素 可是我老實講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冠儀 最嚴重 為什麼我要講冠儀比較嚴重 精神錯亂 我要先講睡眠缺乏的影響 以前大家只重視到失眠 現在更重視的是 因為真的失眠 你自己知道會去彌補一下 或者甚至要去找醫生 你就是少睡而已 少睡會產生哪些作用 你可以看得到 從中樞神經到免疫系統 到下面這個代謝的問題 中樞神經可以看到 剛剛講的幾乎都有了 第一個就是容易躁動 第二個 認知容易有誤差 東西會認作 那第三個 記憶力容易跳痛 或者是甚至忘了 這就剛怪你這樣子 還是記不清楚 所以這就是標準睡不好 還是它好呆 它這種不只睡不好 它就是比較長期的睡眠缺乏了 它其實很少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對 那下一個甚至於容易 道德判斷的這個問題 所以常常現在以為 我會很低說道德倫散 對 德意到尾散 但是它會做錯誤的道德判斷 比如說該闖紅 可以闖紅燈嗎 不行 但它一不小心 它就覺得沒關係 它很多的錯誤 不會判斷 是這樣子耶 然後還有一個 你有嗎 你有這種道德判斷施準過嗎 有耶 就是有時候就是想要衝過去 然後自己又很自然的踩煞車 可是你有硬要衝過去 結果最後是卡在中間 比較慢嗎 怪異的部分我們大概講到這個部分 你可能是身心不協調 那是另外一個部分 那是另外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嚴重的 因為嚴重 你說打喝泥 像喝泥偶爾打了一個 可是因為發現有人止不了 因為一直打喝泥 對 那另外甚至出現幻聽 你會聽到有人在跟你講話 你可能聽到都教授 從四百年前的韓國人講話 也有可能 好 那下一個就是免疫系統 你發現長期缺乏睡眠的人 他的容易感冒 對 一些感冒症狀 相關的感染會比較明顯 對 中長期以後 新陳代謝會出問題 所以糖尿病 第二期的糖尿病會比較明顯 那另外一個 你可能聽過 睡得少的人 心臟病發的人 也比較機會高一點 最近常有一些熬夜什麼的 你就發現他突然心臟病發 對 過勞 的確是 因為睡得不好的人 心理的調整會有問題 所以也容易心臟病的一個發作 再來就是你剛剛提到的一些反應 身體的反應其實容易出狀況 對 該踩煞車 突然腦袋跟身體不協調 就沒有辦法 最下面這個其實是慢性大概忽略掉的 剛剛馬姐講了很多 第一個 如果年輕的小朋友 青春期以前 甚至在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他常常缺乏睡眠 我們講缺乏睡眠 建議一天八小時 我知道很少人可以達到 對 可是你比八小時 平均少兩個小時 其實長期下來就算缺乏了 他青春期就容易長不高 對 然後再另外就是 包含肥胖的部分 以及那個體溫下降 體溫下降的部分 你溫度一直會比較偏低一點點 所以這些人容易怕冷 這幾個都是長期的副作用 對 說回來 在這個睡眠 很多人是非常的困擾 對 但是有一些迷思在 睡對了沒有 因為它裡面喔 你迷思沒有搞對的話 你會一直找錯誤的方向去轉 不行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迷思音 而且這些習慣 是不是透露你可能生病的警訊呢 對 包括第一點 平常上班沒睡飽 假日多睡一點可以補回來嗎 全插 請選擇 全插 後面這一位插 全場只有兩位插 維鈞 我其實有點搖擺耶 因為我的狀況是 就是拍戲的時候睡很少 那所以我就是戲拍完之後 我大概前面兩天到三天 我一天就是可以躺在床上 睡到十六個小時 但是我睡到第三天之後的狀況 我就會開始一直躺在床上 但是越睡越昏 越睡越累 我不知道這樣到底算有補回來 還是沒補回來 好 來 那馬姐 我都補一天就好了 就好了 因為所以你知道 我有的時候工作太累 我大概沒有辦法超過一個禮拜 就很累很累很累這樣子 我就一定要要求要休息了 不然我會情緒很糟 會受不了 會受不了 而且我整個人會變形 變形 我會變成浩克嗎 對 會胖 會變成浩克嗎 會變成浩克在路上 變形緊張 對 好 好痛 這麼厲害 變什麼性了 對啊 我就是會胖嘛 比如說我的衣服就會穿不下 我的臉會腫啊 對啊 你會知道 你的鞋穿不下啦 所以有時候我就發現 你會失蹤個兩三天不出門 就是變形了 對 就打電話都不出來 對 我就要大家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放鬆自己 對 我是舉圈 因為我覺得 像我自己個人來說 一到我比如說工作錄影 或者是做一些主持 都會就是因為你有工作的狀態 你都會處於很緊繃 只要隔天有工作 我其實前一天晚上 基本上都睡不好 然後我一到六日 通常六日比較不會錄影嘛 然後那個活動也比較 有時候比較少的時候 我就覺得六日 應該是拿來睡覺 那因為呢 就是心理的壓力放鬆了 第一個我就更晚睡 比如說平常一兩點 或兩三點 那譬如說今天禮拜五晚上 好開心喔 明天沒工作 我就到五六點 對 可是可以一整天都拿來睡覺 我想提供大家一個新的觀念 叫做睡眠債的觀念 我舉這個例子 數字給大家聽 假設你一天 本來應該睡八個小時 你現在只睡四個小時 一個禮拜左右 一個禮拜乘一乘 就像偉金這樣子 其實它跟 三天沒睡覺是一樣的 那這些人他的專注力 記憶力 甚至反應能力都變差 所以最近大家常看到 路上有人開車反應不及 突然撞到全部都掃光 我們覺得跟睡眠不足 是有關係的 再來講他有睡四個小時 其實是夠 可是剛剛講十天以上 七天就會有這個影響 甚至有人睡六個小時 聽起來還不錯對不對 對啊 每天少睡一到兩小時 有研究顯示 十天以上你的智商會下降到 跟智能比較差一點的人 無法自我照顧有點像 這麼嚴重啊 如果長期十天以上都是這樣睡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會 傻傻的笨笨的 那已經有睡六個小時了耶 對 這是研究上 我常常說亞洲人 就是大家都窮窮窮 其實很忙 睡六個小時覺得已經很感動了 對啊 真的 但其實它幫助是有限的 那長期睡眠變差 剛剛所有人講的都是對的 記憶力下降 身材的這些改變 那如果加熱這樣補眠 可以補回來嗎 補回來 但是我要先講補眠的概念 我想問大家 補眠是白天補還晚上補 就一天補啊 就一天每晚上都補 其實白天補一定是錯誤的 白天補就影響到 晚上的睡眠時間 所以你應該是 晚上的睡眠可以往前提前一點 可是沒有人會晚上八點 就開始補眠睡覺了 睡到太亮了 對啊 所以就是大家錯誤的反應 真的嗎 好 那彭醫師 中醫的看法 如果長期沒有睡飽的影響是 其實長期沒有睡飽 它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這樣子的正常的運作 那正常運作如果失調的時候 本來只是生理功能的變化 也會變成心理的狀態 所以大家都會明顯感覺到 比較焦慮啦 容易緊張 或是脾氣暴躁 甚至是記憶力衰退等等 對 那其實這種影響到 心理比較跟工作啦 或者是事業 我覺得應該要在晚上 比方說六點八點 太陽下山之後 就開始普遍喔 你可以先做一些 比較安靜的活動 你不要那個時候還... 好營養喔 對 不要還特別去跳個什麼 有氧瑜伽啦 想說來訓練一下 這時候你可以做一些深呼吸 放鬆冥想 就是比較近的活動 讓你的腦筋 不會先稍微和緩一點 然後提早九點 就上床去睡覺 這樣可能比較有效 不然會怎麼樣 其實你沒有辦法補 就提早透支自己本來身體 先天的盛氣嘛 那就只好提早出現一些老化 衰老 然後變老變醜的一些症狀 可是如果有些人 真的因為工作或什麼 我每天真的就只能睡五個小時 或六個小時 那他也許身體已經習慣了 有可能嗎 可能 所以... 這還是會欠下睡眠戰 所以下一步就是 如何讓睡眠品質CP值高一點 就你沒有睡到那麼的久 但是他的品質要很好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普遍長期睡眠不足啊 對啊 因為我們從小學 我們上課的時間就比別人少 其實台灣睡眠醫學會曾經希望 就是他們曾經希望說 教育部可以延後 小朋友上課的時間 對啊 我覺得應該會嘛 真的 因為他們發現台灣的這些小學生 嚴重的睡眠不足 那睡眠不足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第一個 大家不要想說 那麼幾天沒睡什麼... 他們之前曾經做說 如果你連續十七到十九個小時 沒睡覺 很多人很常見嘛 對... 他們說那個時候 如果你去開車啊 你的狀態是 你的判斷能力 你形同於酒醉 大概就酒駕 大概0.05%的酒駕 對啊 對 所以他們就說 你想想看 只是十七到十九沒睡 我們是連續睡這麼少 曾經世界上最有名的 一件的意外事件 他們也認為 可能是跟睡眠有關 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梭 曾經有過三次很嚴重的殘距 其中有一次有一艘叫做 挑戰者號 挑戰者號太空梭 它那個時候只升空 七十三秒 後來就爆炸了 爆炸之後 他們就開始調查 到底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後來他們失事報告 一般對外的認為是說很簡單 是因為它呢 可能是因為太過低溫 低溫造成它推進器裡面一個歐環 可能造成一連算的損失 所以就爆炸了 可是他們沒有講的另外一個事情是 為什麼會選擇在那麼樣的低溫 去升空 其實曾經有工程部 有人給過他們警告 可是因為他們的高層 這些管理人員 他們都是連續性的 就是可能他們已經 為了那個事情 連續性很多天都是 這種睡眠不足 所以他們輕忽了這個景點 他們判斷還是決定 在那個低溫升空 最後造成這個事件 所以大家只看到說 那是因為工程 因為太低溫啊 臨界都壞掉啊 可是問題是 曾經有想過 誰怎麼會決定 在那個低溫升空 那像這樣這麼精密的判斷 老實說你只要一個神 就是一個很大事 對 這就跟李冠儀 要不要衝紅綠燈一樣嘛 對 好不過這一次 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一般的上班族 我們真的能夠補眠 就是那個週休二日 兩天的時間 對 那下禮拜 禮拜又來啦 我們又不喜歡每一次 都Blue Monday啊 對不對 那那兩天 我們如果又不能說 多睡一點補回來 那你怎麼建議呢 其實我用三個最簡單的給大家 第一個 白天出去曬太陽 睡眠其實有四個荷爾蒙 他們是四大金剛來協調這個睡眠 一個叫做血清素 血清素我們講過很多 它協助你可以鎮靜跟入眠 第二個叫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跟光線有關 所以你必須白天給它刺激 你到晚上沒有這個光線 你才睡得著 所以你白天應該去曬一下太陽 有光線的刺激 第二個要出去運動 因為你動了以後 你很多體能代謝才會比較好 你晚上才能放鬆 第三個 白天要好好吃 我們剛剛講的好好吃 包含飲食的量來源 你蔬菜 水果 肉類 在白天的時候好好吃 這些會使得你血清激素 這些來源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東西叫 GABA激素 GABA激素也是讓你神經 放鬆的一個荷爾蒙 所以這三個做到了 你晚上才能真正放鬆好好睡 OK 好 那中醫咧 這裡幫大家準備一個表格 OK 來看看 因為其實丈夫 跟心和肝最有關係 因為沒睡好 肝大概容易受損 因為肝氣沒有辦法回補 那心的話 心神不寧的人 大概沒有辦法很安心地睡覺 所以最容易 最常見的就是 這個緊張的工作下 肝火旺的人 就是你平常容易緊張 容易脾氣暴躁 然後你平常會覺得 口乾口苦啊 會煩躁耳鳴等等 或者是會覺得眼睛很脹痛 這種睡眠困難 可以多吃一些舒乾的食物 那舒乾的食物其實都是綠色的 像木瓜也可以 那中藥才一般 我們都會用一些比較苦寒的東西 像龍丹草 柴虎等等 那食物的話 大家就可以喝一些 山楂五眉湯 平常就可以多喝山楂五眉湯 改身睡眠 而不是去喝一些咖啡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個是屬於心氣虛 就是本身比較氣虛 就對什麼時候提不起勁 然後就很容易疲倦 然後做事情就是 也覺得體力不好 又很容易緊張 想東想西 睡覺的時候還一直 腦筋沒辦法放鬆的這種人 他最合吃這種 人生 麥門東 五味子 這一系列的東西 來增強我們的心臟的活力 因為心臟活力 能夠順利的運作的時候 尤其是平常沒運動的啦 所以吃這種東西 他會覺得比較心神安寧 那食物的話 像這個 也是最適合這個類型的人吃 對 那再來就是皮陰虛 這種皮陰虛跟我們就是 有一點像內分泌失調 像月經不順 或是有點更年期障礙的人 比較像 所以他會突然一陣冷 一陣熱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 口很乾乾到沒有口水 那種感覺的話 我們就可以多吃一些 滋陰的 像百合啦 玉竹這一類 那喝一些所謂 甘草 扶小麥 紅棗之類的東西 可以改善這一類的睡不好 漂亮 來 緊接著米思二來 睡覺 愛流口水 會讓睡眠品質出問題嗎 好 圈叉牌 請準備啦 圈叉 請選擇 會啊 各一班喔 所有的人 尾俊還是堅持擦 因為都是最很熟的人 才在流口水吧 可是你一直是打呼 我流口水你就醒啦 對 因為你要維持你的形象 對啊 所以就要維持什麼形象 沒有 我都是醒過來 才發現自己流口水 對啊 我會醒過來是打呼 有時候會... 對 就是突然聽到自己呼聲 然後就... 怎麼打呼 我會突然覺得 自己流口水 趕快醒來 好 來 陳氏幫我們解答一下 這個睡覺愛流口水 會不會讓睡眠品質出問題 其實流口水這個 在牙科 還是一個滿重要的研究議題 如果真的睡覺 我們先講趴睡不算 你只要睡了手一點 嘴巴打開 的確口水就會流出來 如果是正睡的部分 反正是四個常見的因素 一個是口腔衛生 跟牙周病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有牙周病的話 身體會有一些反應 它分泌多一點 口水要吸赤掉 這些發炎反應 所以口水相對比較多 是喔 第二個常見的反應是在 牙齒的畸形 像咬活不正 或者前齒比較凸的時候 蓋不緊的時候 其實口水也比較容易流出來 第三個是一些神經調節的問題 包含剛剛提到 睡太熟是整個放鬆了 當然也有可能會流出來啦 但是如果神經調節睡得 不是那麼的理想的時候 有些人會睡覺會有抽筋啊 腳抖來抖去 這一類的情形的人 也比較容易有流口水 那最後一個其實是比較特別 有一些癲間 就是所謂的陽癲風 這一類吃某些藥物的時候 它的頸部的肌肉 會完全的放鬆 口水分泌會增加 它的確睡覺的時候 流口水會流比較多 所以像這種流口水 我們通常就旁邊的人 不要太在意的話 其實趕快擦乾淨 回濕面積就好 那某個程度 如果你睡眠瓶之後 它表示你是一個熟睡的象徵 熟睡的象徵 所以這個 那我怎麼知道我睡眠品質好不好 有判斷的標準嗎 對啊 其實睡眠品質 它比較沒有一個單獨的分數表 但是有以下幾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你六個小時可不可以達到 最好的投資報酬率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樣 CP值就對了 CP值比較高 大家來稍微印證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看其實在睡眠 這是美國的睡眠基金會 給大家一個參考 評估一下這樣子有的話 表示你睡眠品質可能是比較差 或者你的環境比較差 幾個以上 對 它倒是沒有一個絕對 其實還是以最終 第二個你隔天的工作情緒 還有你的其他身體狀況 為最主要的參考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睡覺會不會想太多 第二個你睡覺的時候 會感受到很自然很享受 像有的人是被迫時間到了 鬧鐘到了 不去睡明天不行 他是由你被迫去睡覺 第三個你入睡的時候 你腦袋還想很多事情 完全沒有辦法 包含你的裝潢 明天的會錢 對 這個就是 你們說完美主義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有一個名詞叫 你們家的睡眠衛生 調整得不是很好 包含那個環境 那心情上也是 你睡覺的時候 能不能完全放鬆 這個簡單評估 你第二天早上起來 還是腰痠背痛 其實就是睡眠 沒有辦法完全放鬆 那下一個就是 睡了一整夜 有人其實不是不睡覺 他其實一整個晚上 包含你補眠的人 你睡很久 你還是一樣的不舒服 對 還有甚至於當然 下一個就是 害怕閉上眼睛或者入睡 我們排除掉晚上做到夢 或者是夢到特別的人物的時候 類似這一種 會害怕睡覺的人 其實他的睡眠品質 一定是比較差 對啊 還有下一個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以白天的工作情緒 對 那下一個呢 其實就看早上起來 你到底睡得好或不好 那你這一個的話 早上起來 因為睡了一整夜嘛 可能都沒有動 所以感到僵硬腰痠被痛 這個算是睡眠品質好 還是不好 如果你算是奶腰就好 還可以 可是睡覺的時候 類似產生一些不同的症狀 出流口水 還會有其他的症狀 那反映說 身體可能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中醫覺得啊 睡覺流口水 有一個某種含義 並不是說 影響睡眠品質或不影響 其實它代表什麼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講說這個牙科 也很喜歡口水的問題 就是在於 如果我們口唇是 主腰明胃跟手腰明大腸經 經過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如果 腸胃經過好的時候 你的嘴巴的張力是很好 在睡覺的時候 它其實也不會有多餘的口水流出來 因為流出來表示說 你的脾胃比較虛弱了 這個時候其實在正常的飲食中 我們就是多吃一些賤皮的食物 那賤皮的食物就是像這種山藥啦 菠菜 或者是像秋葵等等的東西 可以改善 那晚餐吃不是最剛好 對 晚上吃一吃 然後看隔天 是不是那一攤口水就少一點了 而且口水還要看 對 是濃的還是淡的 有差啦 濃淡還有差啊 對 因為重點來講水分 它是一種人體的精液 會分佈在所謂的五臟六腑 那分佈在我們的脾胃的時候 它叫做拓 分佈在我們的腎的時候叫做鹽 就是比較濃的口水就對了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些消化的酵素 那如果你平常的口水都是輕輕 它是滋潤我們的嘴唇用的 但是如果你流的都是那種 很濃很臭的口水 表示 是嚴重的喔 第二個就是有時候有人 在睡覺的時候有說磨牙 那C的講法就是說 可能壓力比較緊張啦 可能因為汗關節緊繃 所以壓力大 事終於也是覺得 所以就屬於那種干預 就是事情很多很容易緊張的人 那蔬乾的東西剛剛有講過 然後像糙米啦 顴骨的東西 或者是像這種香蕉 也可以適時的降肝火的 香蕉皮 香蕉皮可以置屍令 它都已經睡不好 人家不要吃香蕉肉 吃香蕉皮 香蕉也OK 再來就是打呼 大家都會有的問題 其實打呼 它是影響到這個通氣量啦 所以你缺氧的狀況下 一定會影響到睡眠的品質 那它除了你容易過敏之外 最終於認為跟你的 那平常 尤其是熱的時候 吃一點清肺 潤肺的東西 像這個蘆蕙 黑木耳 或者是蓮霧什麼 都可以的會改善 那最後一個常見就是做夢 這是大家最常見的 這樣每個人有做夢嗎 夢有各種顏色 對 然後有各種奇奇怪怪的主題 那總之多夢 就是我們的心跟腎 沒有互相交在一起 意思就是說 我們身體跟我們的 所謂的靈魂 可能是分離的 所以夢反映的是 身體一個狀況 如果說心腎不交很嚴重的人 他的夢會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就吃一些安心神 然後補聖水的食物 那他通常都是一些什麼 蓮子啦 百合什麼 蓮子湯或者是一些肉桂這樣子 就白色的安神就對了 對 安神的東西 還有 我有一個症狀 是上面沒有的耶 哪一個 就是會抽搐 抽搐 你睡覺的時候嗎 會抽筋嗎 沒有 就睡著 對 你就是會一直 對 稍微抖一下 對 就頻率還滿高 而且我有時候會抖 像我記得 那我會知道 是因為我念書的時候 然後中午都是趴在桌上睡 對 那會抖 我就是抖一個把桌子都推倒 這麼用力喔 有一次 對啊 那我記得 這不爽什麼 以前腿我也不知道 不爽什麼 以前長輩說的是在長高 就是如果妳打 但是我都已經這把年紀了 還在抖耶 所以我抖什麼 對啊 我也是會抖 我也會啊 睡到的時候還在抖 還在抖 這個叫 腿不靈 叫腿不靈 就是說你睡覺的時候 你肌肉沒有辦法很好的協調 那還有一個是 睡眠中止症候群的一種變形 就是其實 所以會抽一下抽一下 你如果去看那個睡眠檢查 我自己以前做過 我晚上也是一直在抽 對啊 睡眠有不知道 所以腿就會一直抽 它叫腿不靈 腿不安靈的靈 腿不靈 我們專門來講 就是屬於皮胃的問題 因為皮就是煮四肢肌肉 所以如果說你睡前吃太多 高熱量的東西過飽過餓 其實都比較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特別是五歲 你剛吃飽 然後就要這樣趴著睡 其實很容易會出現 所謂什麼 踢桌子啦 或者是打鼻子 對啊 第一次吃很飽 才在耳朵 好厲害 好厲害 可以當初準備一點點就好了 好 所以只要飲食控制一下 這個問題可以改善 應該可以改善 好 那陳醫師 妳的角度怎麼睡 可以睡得剛好怎麼做 睡前其實是可以喝一點飲料 因為有的人為了怕變胖 然後就睡 對 但睡前可以適當喝飲料 最重要是哪些飲料不要喝 含咖啡因類的 這種刺激類的東西 其實不要喝 像茶 可樂 甚至一點可可 我都覺得不是很適合 那第二個就是 可以哪些比較好呢 像賣茶 賣茶裡面有些 可以增加血清素 可以舒緩的一個成分 甚至現在有一些花果茶 其實它號稱可以鎮靜類 其實都可以有幫忙 那下一個就是 那睡前可不可以吃東西 不行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睡不太早的時候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但是忌諱的是 不能吃太油 像有人為了浪浪浪浪 所以去吃麻辣火鍋 這我們是強烈的 沒有 蠍酥雞 蠍酥雞超棒 油辣其實都不適合 那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的 基本原則就是 少量 輕食 一滴類少的 一滴類少才不會晚上起來泡廁所 那少量的話 其實你有一點飽足感 像含一些色彎酸 我們剛剛講的香蕉類的 牛奶類的東西 其實可以試著吃 裡面如果有美元素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 睡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是GABA GABA這個荷爾蒙 GABA荷爾蒙在你蔬果類 像牛奶 香蕉 番茄 青椒 南瓜 這一類其實都有 所以像中醫師 或者他們建議的一些 打成糙米類的東西 或者香蕉 牛奶 其實都是適合的 但是不要太多 對 那睡前大概多少時間 之前要把它用完這些 60分鐘 好 來 緊接著米式3 好 我們來看 睡前玩手機可能讓你睡不好 會增加乳癌的風險嗎 對 選擇前準備喔 自我判斷一下 對 請選擇 這一題 差差一半 認同的 非常少 認同只有兩位 你看看 對 馬姐 我覺得應該不會那麼嚴重吧 對 我覺得眼睛會壞掉是真的吧 對啊 真的假的閃光啊什麼的對不對 對 比方說現在藍光 你傷眼睛 我覺得一直就是玩那個 玩得太... 眼睛就變得好累好痛 我頭都痛了 對啊 我就有一陣子不敢玩了 對啊 怎麼可能從眼球 跑到乳房去 對啊 應該還好吧 好 來 回去 我也是覺得就是應該第一個 會不好的是眼睛 或者是腦部吧 對 腦部刺激沒有好好休息 但我手機又不會拿在這裡看 電磁波 對啊 跟乳癌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應該沒關聯 對 關於你的一半是 我的一半是 上面那句話是對的 就是睡前玩手機 會讓你睡不好 這是我完全非常認同 因為我只要玩手機 我絕對會睡不著 會增加乳癌風險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應該沒有 沒關聯對不對 但是我會把我的3C產品 真的放在我胸部上面 就是一直手拿的會痠就對了 我不是拿手機 對 可是我是拿那種iPad那種 看影片 所以你就這樣把它頂著看 那如果太重 我就把它放在胸前這樣看 那麼近著看 對啊 距離很近啊 那到底沒有老花眼啊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不知道我永遠 會不會是這樣造成的 研究上是會 會耶 但是我用這個 這個當然太shock了 我用這個圖給大家看 其實在乳癌的風險值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糖尿病的人其實比較容易 肥胖的人比較容易 所以其實如果 睡前滑手機的人 他睡眠品質變差 一段時間 他的睡眠受到干擾 相對的 他的性荷爾蒙代謝會有問題 所以女性荷爾蒙刺激增加以後 所以乳癌的風險是有增加 但是不單純是 因為你哪一台的手機 或者是藍光 綠光的手機 其實不是這樣直接造色引起的 但是在睡前滑手機 或者睡眠品質受影響 我們大概有 對女性專門來講 有三個影響是比較大 一個就我剛才講 乳癌的風險增加 那是因為性荷爾蒙代謝的問題 第二個是 它口水的組成會改變 有一些很好玩的研究 你睡的缺少的時候 你口水裡面的那個 澱粉酶會產生差異 所以你的代謝能力變差 容易變胖 對 所以你睡前這樣看的話 不吃消夜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就是你該消化掉了不能消化 那第三個 甚至會影響排卵的反應 我們剛剛講 它的體溫會比較相對變低 中樞神經因為受到一些抑制 所以我們要產生排卵反應 我們中樞神經要有一定的波動跟律動 因為你的睡眠打斷了這些律動 所以你的排卵反應會變差 對 不是因為玩手機玩平板 而是因為睡不好 睡不好的問題 那為了兩性平權 每次我只講女生的問題 其實男生 我剛剛講 睡眠影響會影響性荷爾蒙 那男生性荷爾蒙影響就是 表現在攝護腺 所以如果男生連續一個月以上 長期的睡眠被剝奪的話 他 這就是我們 我跟昌平之間的問題了 好 那彭醫師 來...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啊 長期睡不好 會對身體造成非常多的影響 中樞會認為睡眠 它是一個很難處理的 一個症狀的組合 它不是一個病 什麼改變哪個點 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對... 所以必須是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你的乾心脾肺身的運作是正常 你才可能擁有一個好品質的睡眠 所以他跟身體健康是等於畫上等號 那比方說中醫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他說 胃不合則臥不安 所以剛剛一直在講說 你睡前如果吃太飽或太餓 你會影響到我們身體的睡眠品質 然後現在的研究師發現 我們胃裡面 包括那些自律神經 所有都是連接到我們腦部 剛好就是在這個睡眠中樞的旁邊 會放電 假設你吃太飽晚上 它會一直會刺激這個 胃部旁邊的神經節 所以你晚上會不自覺多夢 然後一直睡不好 其實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再來就是說 假設你長期會睡不好的話 你的活動力跟反應都會下降 我想影響到這種離癌的風險 一定是會有相關的 因為免疫力也不好啊 對 因為睡覺這種東西 睡不好不像是身體 就是休息會恢復 它反而是要去運動 所以陳妻剛剛講一下運動 就是說腦中的這些思慮 你必須要靠運動它才能放鬆 跟一般這種身體生病休養 是不一樣的解決方法 對 我很認同這個 沒有 其實你剛才在講那個說 那些什麼乳癌風險或什麼 看起來是跟晚睡比較相關 可能跟手機沒有那麼大相關 可是事實上真的是有的 因為你想想看啊 在沒有智慧型手機 在沒有平板電腦的時候 你今天想要查看自己有沒有E-mail 公司有沒有交代什麼事情 有沒有什麼 你一定是要爬到書房去 爬到電腦前面去看 可是自從有了智慧型手機 跟平板之後 你知道嗎 隨手隨手都會有一種叮 然後看一下 你怎麼要做什麼 你要幹嘛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就是這樣 她其實是 她就是那種中高階主管型的 所以基本上已經沒有 所謂的上下班時間這件事情 然後她偏偏又是一個 完美主義型的人 那她一直以來就會有睡眠困擾 那自從開始用這些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的時候 就更嚴重 因為她常常有沒有 突然間聽到那個 手機亮了發現 就動一聲就發現 有Message進來 就看一下什麼事情 她又把平板拿來開始工作 所以她就幾乎整個禮拜 很難有一天是完整的睡眠 因為她們總公司其實是在外國 所以有時候常常 那個時候半夜什麼什麼就來 她就起來 後來大概這種工作 她跳到那個公司 持續兩三年之後 有一次那個健康檢查就發現 她得 那當然他們覺得沒有完全相關 但是因為 而且醫生也跟她說 反正你這種個性 說實在有些中醫師說 像這種超級完美 然後又很驚 然後又工作時間很久 然後睡眠又很少 本來就容易得 可是她想一想就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也是因為她 因為她這些年來 她開始變成這樣的生活型態 導致她最後得這個病 所以後來你知道 她是一個很極端的人 後來她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換個工作 然後她就去過那種 很有機的生活 你知道嗎 連什麼菜啊什麼都自己做 不過為了睡眠好一點 除了剛剛文君說 吃安眠藥 那個要經過醫生的指示 對 冠儀妳有沒有什麼方法 幫助自己入眠 有 其實那時候我有聽一個營養師跟我說 我可能是缺乏鈣片 就是如果說補充鈣片的話 其實對睡眠是很有幫助的 然後那陣子吃的鈣片 就覺得好像也還好 之後我就去看中醫 他特別幫我做一個什麼補腦的 就是可以幫助睡眠的 哇 一補不得了耶 都睡不著耶 超high的 對 她就說 她就說那這樣可能真的有補到你的腦喔 就是會讓你的腦反而更活化 然後反而睡不著 但妳想輸 對啊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把它停下來 因為我連續三天是真的完全 連一分鐘都沒睡著 太重心了 妳找到這個醫生 到底有沒有執照啊 你說是中醫是不是 可是其實... 對 可是其實甄莉姐她吃了有用 她睡超好 其實中藥在裡面很多補腦的食物 或是藥材都是比較甘味的 像熔眼肉 都是我們很常用的 或者是像牡蠣所謂症靜安神 可是臨床上真的很多人吃了 反而會精神更好 為什麼呢 其實她需要 她已經長期養成這種片段式睡眠的習慣 或是她已經長期習慣所謂的高壓 給自己的那種緊繃感 她沒有辦法是透過自己去運動或放鬆 或放下事情得到的舒緩 所以妳用藥物給她的這種 除非是吸藥 把她整個打昏 如果是中藥 幫她補乾 然後補心皮 讓她整個人覺得比較放鬆的時候 她會覺得好像是喝了什麼精力湯 精神更好 這樣會有反效果 所以我說睡眠是真的很難調 並不是給了什麼妳就會睡 有時候還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症狀 所以她就是不適合嘛 這一個方法 應該是說可能她的問題會是比較複雜的 心靈方面 對 單一個部分調理就會有效果 所以其實像這種東西啊 不只是中醫 我有試過 然後我還有 就是現在很多人因為失眠狀況非常嚴重 然後有很多的軟體是針對 幫助妳睡眠的 有一陣子非常紅 好像0.99塊就可以 0.99美金喔 她做什麼呢 她就是號稱妳下載了那個軟體之後 妳晚上就播放 然後播放之後 妳就會進入深層睡眠 播放什麼 睡到一個瘋掉 就是妳完全醒過來 音樂那種 水晶音樂類是不是 她就說她會放出beta波 其實她有什麼 對 Alpha還是beta波 她就是說那個音的那個音頻 她就會讓妳的腦什麼會很平靜 可是呢 因為她那個軟體很特別 是妳聽不到 我就以為說 我到底有沒有用這個軟體 對... 我很仔細的聽 她有沒有那個音樂 怎麼沒有音樂呢 我想說我到底有沒有播放 結果那一整晚約十年 結果她很專心在聽 這個軟體我都花錢了 妳是幌子吧 怎麼沒有聲音 可是她有時候有叮 她會有叮的一聲喔 好像是念經的感覺 沒有 她是...她的波長其實用 一般的耳朵是聽不出來 不是偶爾會有叮的一聲 她的意思是要讓妳的 因為她說人要進入休息的狀態 妳的腦波必須切換成另外一種波型 可是現代人因為長期 在非常ㄍㄧㄥ的狀態下 他沒有辦法順利切換成那個波型 所以他本來嘗試的理論是說 我用這一個東西幫妳同化 同步化妳的腦波 所以妳的腦波很快 就可以進入休息的波型 對 但真的想太多了 妳知道嗎 因為我們腦殼這麼厚 然後在裡面 妳最少聽那個 還穿到妳的腦部去同步它了 我都聽不到 我想問怎麼了 冠儀姐 我跟妳講 我推薦一個更好的 我只靠一個蛋 就可以解決我的失眠 就是這個蛋 是什麼 檜木按摩蛋 什麼檜木 而且它的味道 妳就好像敞陽在那種 妳會一整天下來 妳要用手機 用平板 然後就這邊肩頸很痠 然後妳睡覺之前 妳就用這個去按摩 妳的那個筋骨啊 全部都會打開來 然後妳就可以在睡前用 妳整個就是可以深層的睡眠 按摩是很多東西都可以按 重點是那個的味道 妳要兩顆也可以 就手有點痠 所以用一顆也可以 聞聞看 來 而且它的味道很香 就是按摩可以透過 特定穴道刺激 比方剛才講的這個虎口 河骨穴 它是一個強刺激穴 如果你真的是很肝痕 你不容易放鬆的人 你藉由穴道刺激 放鬆一下你那個緊繃的神經 其實我想會有效果的 但是睡眠真的沒辦法強求 你特別想要一夜好眠 就更是不容易達到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把它放輕鬆 把身體調好自然就一夜好眠 沒錯 對 來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睡眠好 跟身材有關係喔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身體調好 這樣有健康的睡眠 然後妳才會有正常的體型 五三六五平和的話 妳平常再吃一點紅棗寶芽 喝一點蛤蜊湯啊 就可以了 那有的人剛講說 胃氣不合那種臥不安 就是說脾胃調理不好的 它特別是會 很容易會脹氣 所以這種我們平常吃點生薑 或者是吃一點栗子 這種五穀雜糧 比較甘味的食物 補我們的脾胃 對 還有一種是這種越脆越累 脆起來手麻 腳麻 完全都不會動的 這個其實就是下膠有瘀 那這種瘀就是我們平常 比較沒有運動的 那女生吃一點當歸活血啦 或者是吃一點這個杏鮑菇 它也可以清血管的 其實效果都不錯 杏鮑菇 好 最後一種就是比較可憐 常常做噩夢的 所以你看這個人 他大概都駝背 然後看起來就很害怕的樣子 因為他常常 他去送嚴重氣質 麻煩 妳就是典型代表 對 我常常會做噩夢耶 對 所以會很怕一個人睡覺 對 而且就是妳會覺得 因為他Emily Ronald就是很坦蕩 然後就是姿態很好 這時候妳就可以 會有頭部 頭痛的症狀 其實可以多吃所謂的穿蟲 穿蟲對於這種氣質效果很好 再來就是白蘿蔔 白蘿蔔姐姐氣質的效果 也非常的好 白蘿蔔 白蘿蔔 對啊 但瘦棉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它是我們生活做起 很重要的一環啊 真的喔 所以我們的規律性 我們要著重的方式 一定要加強 剛剛是中醫的方向 那西醫咧 來 陳醫師 這個休息是會走更長遠路 真的是要適當關機 其實我把訓練醫學會 給大家一個建議 大概四個方向 很簡單的講 第一個 睡覺一定要有規律性 當然我知道大家很難 但是該睡就睡 不該睡不要睡 明天是不太有用的 第二個就是在飲食上 我們剛剛一再講 白天好好吃 晚上的話少喝水 跟刺激性的食物飲品少吃 第三個就是運動 其實很重要的是運動 但運動我們會比較 目前還是比較建議 就是下午或者是黃昏的時候去做 不太適合睡前去做 最後一個就是好的睡眠環境 好的睡眠環境 剛剛用的其實都是 包含一些聲音 光線的減少 甚至現在有一些燃光等這些 可以改善你的睡眠品質 很重要剛剛提到的 適當的關機 你人才可以關機 對 最後兩個給大家建議 選好的床 我不是在自路性請教 但是好的床 還有好的床辦更重要 這些可以幫助你 所以有人就交召 他說如果你真的睡不著 心事太多 你就乾脆把它寫下來算了 寫下來 除了寫日記 或是說你煩惱事情 為什麼我們把它寫下來 然後寫完了之後 你就把它丟一邊 你把腦袋整個放空掉 然後上床睡覺 可是就會一直 對啊 寫完 還要想我要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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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藏沒救了啦 然後也不能打進電腦 因為電腦送修 也會被找到 對啊 好 下一集再討論 我想這三位 你們就繼續受到困了 但是只要生活主題做對了 我們聽了三位專家的指示 我們把很多的迷思破除掉 就不會有困擾 還是有機會可以睡得好 對 謝謝大家 也祝福大家 謝謝